武汉长江大桥上,两个男人打作一团 他就跑过来嘛,他跑过来打我嘛 什么样的事情,只是矛盾一步步升级 他就选好拿一个总统吧,你需要我家伙人往一个总统 无辜群众受牵连,义愤填膺齐抱怨 我把这个人的比犯了,我把钱的麻烦都麻烦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生死时速 在我身后,就是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长江大桥 15年7月11日上午10点 就在这位桥上,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 他一过来就打了我一下嘛 我都把它按在地上,但是我没打他 在他们身后不远,有五辆汽车撞在了一起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这两个男人打作一团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纠缺 在此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那么这辆小轿车为什么会失控横飞过来 而就在一片狼藉的事故现场,为何引发了这两个男人的私打呢 警方迅速调取了桥面的监控视频 原来是这辆公交车与旁边这辆小轿车的碰撞 引发了无车连撞的事故 而打架的这两个人分别是公交车与小轿车的司机 他是一个几大方牙,这是某大方牙把我贴过后才回来 撞着撞着这一下也是他主动地逼过来才会撞上去 他如果不主动逼过来也撞不上去 武汉长江大小的桥面行驶有规定 上桥后不允许随意变更车道 那么原本有序的车流为何会发生最初的两车相撞呢 在监控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事故发生前 小轿车与公交车已经并列行驶在同一条车道内 随后公交车突然改变了行驶方向 撞击到了旁边的小轿车 并将小轿车推行至对向车道 那么公交车司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呢 那么公交车司机为什么会以这样疯狂的行为 来摆脱旁边的小轿车呢 他们最初的矛盾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原来两辆车在事故发生之前 一直有几遍的行为 也就是在开斗气车 那么小轿车为什么会在行驶至上桥路段的时候 对公交车进行几遍呢 他们呢首先这个小车啊是走的那个导流线 然后他想从大车的旁边跌进去 我前面也有一身驱车车 那个驱车车过快 我本来也回国家里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 他夹我呀 他夹我如果就走了 我就补了 他走那个口上面 他就带着车车车停下来 但是就是他就是因为他那个带着刹车的品质啊 这个动作 就是对于我来说 他肯定就是想有这样 像跌物的 就是这样故意的行为 小轿车进入导流线后 跟在一辆出租车后行驶 最后出租车从公交车右侧超车势力 而在小轿车紧跟起后 打算超车的时候 公交车司机的一脚刹车 引发了两车的矛盾 那么当时公交车司机 为什么会突然踩下了刹车呢 我就正常准备起步 刚刚走了一点 就发现后面有一辆车上来了 因为他对我的车屁股后面很近 知道吧 我就踩了一下刹车 就是怕把他的车子拉到了 可是明明是不能行车的王壮岛流线 小轿车司机为什么要将车辆行驶入内呢 小车司机为何要违章行驶 心情比较急 什么状况令乘客感到不安 就是感觉已经回头了 今天收看本期平安365 生死迟速 因为那天本来心情也心情比较急 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想 生命高烧三十交道了 我早就送我哪个到医院 事发当天早上 小轿车司机发现孩子生病了 高烧39度多 便焦急地喊上了母亲 带着孩子一起赶往医院 为了争取尽快赶到医院 小轿车司机在上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 从边道上一路超车 行驶至了导流车道 我一下车就要转 我就到医院了 估计就是两三公里了 眼看着就要快到达医院了 小轿车司机一心想要超过 侧前放的公交车 然而公交车司机的刹车 引发了他的愤怒 于是小车司机也不甘示弱地 发起了反击 就是刚刚一过红绿灯 然后他就从我左边插过来 插过来先就逼了我一下 为了躲避达车 公交车司机猛打了一把方向 车内的乘客也都打了一个猎截 从这个画面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画面那个小车 一直紧贴着我们的这个公交车在走 前面有很宽阔的路 他不走 你可以看到他一直骑着 中间的这个线在走 他把两股车道全部都占据了 完全就不让这个公交车来超车 这个贴的这个状态呢 大概持续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在此期间 两人还发生过争执 他跟我两个人聘请了以后 我把窗户摇下来 我说枪啊枪啊 他就骂我一句 就是这样的回去 然后我把窗户摇下来 10点12分 在接点贴着公交车 避了两分钟时间后 小车司机加速驶离 临走时还将手伸出窗外 做了一个挑衅的动作 但是他走了 我其实当时我的气已经 就是慢慢的在平复之中了 然后就继续开吧 本以为这件事情就此了结了 可是半分钟后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非常地空旷 所以呢两个车 现在都在各走各的 在前面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突然一脚击杀 险些就撞上去了 那么这个公器呢 为了避让这个小车 他打了一盘 然后就打到快车上去了 这个时候他要逼过来了 当时我肯定不能击杀 我想到车上面有乘客 怕到别人伤到了 这一个击杀车 连其中一名乘客的头 撞在了车内的栏杆上 车内的乘客 感受到了危险 长车我就准备 长海就吃水煮了 但是开了中头 他这个 司机啊 投了一座击杀 把我送信了 然后他加手 加手蛮快的一下 然后又一座击杀 就是感觉已经不在头了 全身都开始 那个扶手 而对于这次的刹车 销车司机 有着自己的解释 我别他 就是因为他加手 加手的行为 就是让我感到害怕 他为模式要加手 或者还约双方 你加手 他就是 就好像是 我在前面跑 他在后面拼命地追 就是想要 想要来保护我 我就是因为爬了 所以才会 这样子 别他 就是这一次的击杀车 彻底惹恼了公交车司机 当时我就大概 气得不得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 怎么都没完没了 都这样搞 一点原因都没有 没有任何真道的 就这样搞 就在小车司机 对公交车进行几变的时候 悲剧发生了 他最好拿一个动作 完全是要我家伙人 往的一个动作 他就把我 完全是补过名利 把我补过 补作出我一车人 我一家人的姓名 而且还有南路里的姓名 就这样 事故发生了 公交车将小车车 撞到了对象车道 导致雨车连连下落 随后出现了我们 在前面看到的男人 两名司机下车 撕倒了起来 他踩着他的车套跑过来的 跑到我这边来 打我 他一过来就打了我一下 我都把他按在地上 但是我没打他 他就说 他的孩子在车上 我说你还是在车上 你还像这样开车 小车司机的孩子 今年五岁 在这次事故中 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 因为有个伟大的母亲 她当时事故一句 如果那天就 那就是老婆 然后妈妈怕 咱们 我妈 妈妈就把他 扒给他 但是孩子的奶奶 却在撞击中 肋骨断裂 同时对象车道 正常行驶 被撞的面包车司机 肋骨断了两根 并且颈椎拉伤 目前还在恢复期 他的妻子 肱骨骨折 已经在医院 接受了手术治疗 他说我这个手 我能够 这个手 还有他在满脸四血 又功骨骨折 然后的话 还有就是全身 多出那个皮肤 卵脂脂脱脂脱脏 面包车上的这两口子 都在一家棉方厂打工 当天他们开车 打算回老家 看望老人 没想到 却在生死边缘 游走了一圈 工厂不会等着 我这么长的 那个位置 不会空在那里 肯定别人找我 我们工作现在也没有了 在这起事故中 除了这三个人 伤势较重之外 还有六个人 不同程度受伤 小轿车司机的母亲 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 但是 在小轿车的行车记录仪中 我们听到了 这样的一段对话 在这段行车记录仪中 我们可以听到 小轿车司机的母亲 一直在对儿子进行劝阻 但是儿子却一意孤情地 继续开斗气车 直到惨剧的发生 同时 在公交车上的乘客 也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事故发生的过程 已经大致明晰 可是对于这起事故的定性 该如何判断呢 什么言语成为了 案件定性的关键 我自己说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肇事司机将面临怎样的判断 敬请收看 本期平安365 生死实诉 我到事故现场第一印象 从我从今多点 去的江战事故多点情况 从现场情况 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但是在现场勘察的过程当中 民警发现了一些疑点 在这个事故现场 只看到了 那个公交车 踏出区域的 那个海洋 往无传方向的快车道 有救命多长的 杀杀痕迹 其他的这个 灯枪车道 都看不出 有明显的杀杀痕迹 没得杀杀痕迹 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公交车与小轿车 在发生碰撞后 继续将下轿车 往对向车道 推行了近50米后 才转回停下 而通过现场勘察 在撞击发射后 推行的50米距离内 并没有任何的刹车分析 也就是说 在此期间 公交车并没有采取制动措施 只是在无车相撞后 公交车从对向车道 转回原来行驶的车道时 才刹车停下 它可以采取 踩住刹车 它不需要 不必要 非要打那个方向 它踩住刹车 只要减了数了 这个事故 也不会发生 就是即使相差 也不会这么严重 同时 这起事故发生的地点 是在武汉长江大桥 这样的地理位置 对于普通的路段来说 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公交车有二十多名乘客 我们长江大桥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段 在长江大桥上面发生交通事故 有可能会引起群死群伤 甚至有可能车辆会翻到桥底下 引起更大的事故 如果说武昌网 还要发现你 这三个车子挡他们的话 这个小车子 车引起有可能要翻滚 一个是翻滚 第二个 就要传 这一箱车道 这一箱里这个设定 奈胡缆 还有个炒缆杆 都会困得很困难 传承出来 那么这个后果 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 公交车上一名乘客的证词 对于警方对此起案件的定性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人说了一句比较关键的话 就是说 这个公交车司机 在撞的一瞬间 他说了一句话 说客 去你的 我们认为 他这个时候的 行为和思想 都已经发现了事故的发生 从这一点分析来看 他们这个行为 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交通事故 对于这一行为 公交车司机表示 自己并不惊讨 我当时人已经懵了 我自己说了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可以说 基于这起案件的特殊性 武汉市交管局 会同武汉市公安局 汉阳分局 共同对事故 进行了研判 目前检查机关 已经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两名犯罪嫌疑人 批准逮捕 并将提起公诉 双方的连锁的冲撞 已经导致了一种 公共安全的一种危害 而且这种行为 具有和其他的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行为 具有相当性 危害公共安全罪 是指故意或者过失的 实施危害 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 或者重大公司财产安全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14条规定 放火 掘水 爆炸 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火弹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小轿车司机的职业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公交车司机也有十几年的假龄 两人都称得上 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很明显 这起事故 是由于两辆车司机 开斗气车引起的 而开斗气车 是陆路正的一种典型表现 如果凭我的家事经验来说的话 我觉得 就是 反正事故的一颗可能性的话 我觉得 我应该会有点分层 我应该会走去 有很好的判断 出现陆路正的 往往还是一些这些 车链比较长 年龄比较大 经验比较丰富的 这些人 他认为自己进入了一个极其熟练的驾驶状态的情况之下 他就有可能有一种心理的这样一种分散 那么对于行车上路 我们应该如何控制情绪 以避免事故发生呢 第一个就是对自己不要苛求 第二个就是行车过程中的状态不要苛求 宽容一些 不要相互争斗 这样就不会产生那些情绪了 开斗气车 既危害了自身的安全 更是将无辜群众的生命安全 置于刀尖 合理化解心中不满 既需要心理范畴的情绪管理 更离不开道德层面的自我掌控和法律层面的强制约束 不开斗气车 不开野蛮车 别让任性伤及了无辜 更不要让陆路改变了你我的命运 2014年6月8日晚 徐全彪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未戴安全头盔 驾驶未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登记上台的两轮摩托车 将由北往南 步行走过马路的新人王祖陶撞飞 造成摩托车受损 王祖陶经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是由于摩托车司机超速行驶 并未在道路最右侧车道内行驶 行人在横过马路时 未走人行横道造成的 摩托车司机赴事故的主要承认 行人赴事故的次要承认 平安365提醒您 驾驶摩托车上路 应在道路最右侧车道行驶 并严格遵守限速规定 行人在横传马路时 要走人行横道 确保人身安全 行人就能保持路 行人 支配方 行人 行人 een